U23世界盃棒球賽 中華隊在排名賽的第二場交手澳洲 推派目前效力樂天桃園的曾家輝 掛帥先發 雖然他在一局就出現保送 不顧隨後分別製造飛球以及滾地球出局 讓澳洲打線首局武功而犯 隨後二局上半 中華隊在靠著第四棒的王念浩選到保送 有個好的開始 而且澳洲先發的Tanner 持續找不到控球準心 接著又再一次投出四壞 同時對黃不睿丟出觸生球 讓中華隊沒有任何安打 在無人出局的情況下攻占蠻累 而面對這樣得分的大好機會 得到本屆賽會有拳打演出的王順和 但沒能把握近仗打點機會 回空遭到三陣 但是中華打線不氣餒 隨後先是靠著對手補翼攻下第一分 之後隊長何存佑 一棒打向拳打大強 用這一發深遠的一壘安打 送回雷上兩名隊友 緊接著他又靠自己的腳程倒上二壘 知道得點圈機會給隊友 劉俊文也沒有辜負他的努力 敲出穿越三油仿曲安打 讓中華隊一口氣灌進四分大局 而現無落後的澳洲 下個半局試圖掀起反撲 守命打者的Kariskenner逮到獅頭 敲出一發左外野方向的陽春炮 用迫罰拳打為球隊打破鴨蛋 但是曾佳輝也展現自己絕佳的抗壓力 連續抓到三個出局數 並在第三局投出這一戰 第一次的三上三下 只有四局下兩出局後 澳洲靠著寶宋跟安打攻占一二壘 此時曾佳輝再度展現大心臟 成功迫使J.COO 敲出右半邊飛球出局 讓中華隊在前四局打完取得4比1領先 只有五局下中華隊換投 換上陳冠影登板 在本屆賽會面對寧加拉瓜10千發 2.2局的投球丟了三分 而這一次的出戰 他快速抓下第一個出局數 但是之後卻被敲出內野安打 接著澳洲第一棒的Selam McGuire 面對到一顆失投球毫不留情 一棒打到計分板上反彈回來 這次一發兩分炮 也幫助澳洲隊將比分追到直升下一分差距 只有兩隊維持這一分差 進入到七局下中華隊派上王宇傑上場關門 而他也不負中望 乾淨利漏地連續抓下三個出局數 幫助中華隊以4比3 一分差驚險擊敗澳洲 收下排名賽2點勝 我來提到綜合報導 不過這幫大聯盟白看不膩的世仇對決 激化大戰再度展開 這是雙方賽季最後一次系列賽交鋒 而在這四連戰的第一場比賽 渴望保住美東龍頭的楊姬率先出招 除了先發投手Nester Koldes 一局上半就上演三上三下 包含兩次三陣 後續到了一局下半 條文打線也馬上發力 收打席的Glabel Torres 一路和對手殘留到第七球 終於等到偏高升卡大棒一揮 一棒把小白球送出中右外野全力打強 這不但是他賽季第13八紅龍 總計9月份11場比賽 有10場都有安打進帳 可謂條文軍狀態數一數二好的打者 但是到了五局上半 鬥神軍以其言之道還至其言之聲 白服第七棒的強力誘打Danny Jensen 可能把這顆80.3英里的滑球炸出牆外 相隔16場比賽 紅出本賽季第九號全力打 並用這把陽春炮 讓比賽再度回到原點 而這一戰陽季的胡子哥Koldes 主投五局其實也就十怎麼一分 另外送出九張國王笑臉 不過鬥神軍的Cooper Criswell 也攪出本季對戰陽季的代表作 主投五頂一局 也就只掉了開局挨紅的那一分 加上雙方牛棚互不相讓 讓這場世仇對決一路糾纏到了延長賽 而十局上半率先進攻的紅襪 兩次飛球一次滾地 三名打者統統無功而返 沒能把握突破將取的機會 也讓手握十局下半最後進攻的條文軍 一開場就有了說再見的大好機會 這一戰前三個打席 沒能喬安的黃搜透 不只成了這一戰的制勝功臣 更斬獲傳上條文戰袍後的第一支 再見安打 幫助紐約洋機中場2比1 擊敗紅襪 在本季四球對決最中章的四連戰中拔得頭籌 而同樣身處美聯的太空人 儘管在龍頭保衛戰中壓力沒有像陽機這麼大 距離後方的隨手還有著三點五場的勝差 但是面對梅西倒數第二的運動家 還是得好好把握進補機會 在二局下半就靠著前道旗中炮傑森 兩分打點全打為比賽揭開序幕 同時搭配這戰先發強投 分本Valdez前六局無時分 標出6K的精彩好投 讓太古達人一路領先 但是續投第七局的Valdez 卻出現狀況 被傑卡威爾森以及 兩人連續敲出安打串聯 讓Valdez無時分的投球內容破功 教練團也隨即啟動牛棚 更在八局上打出王牌 終結者Ryan Presley 沒想到啊沒想到 第二個打席還是被九月份 打擊率來到四成的Bren Ruker 轟出這賽季第36發全打 一局把比數決成2比2平手 Valdez的勝投也就此泡湯 幸好泰谷打線士氣並未因此受挫 八局下半手感爆發 一連掃出五隻安打 其中Mauricio Dubang 滿臉時刻帶有兩分打點的川越安打 更是給運動家反撲氣勢來個重擊 讓魔球軍就算下個半局 還有台人Nevin的陽春炮炸裂 但星星之火依舊不足以燎原 Josh Heller單局2K關門成功 幫助太空運6比3勝出 也終止近期的三連敗 最後看到馬林宇跟國民的比賽 兩隻在國連東區排名路後的球隊 打起來依舊是你來我往 首都軍在一局下半靠著三隻安打 外加一次保送的串聯 率先強下3比0領先 但是年輕的國民戰績差是有原因的 三局上半出現觸身球 Running Fortress站上壘包後 面對該局第二名上場的打者 Javier Snowa 優秘手CJ Abrams卻猶豫了半排後 出現要命失誤 讓馬力宇後續就算沒有安打 也依舊靠著野手選擇 跟高飛先打追回2分 然後快轉到8局上半 魚群的攻勢再次來臨 Savier Edwards John O'Brien 連續安打4猴對手 成功敲回追平分 接著同個半局滿壘時刻 你看國民有機會 側動雙殺化解危機 沒想到這次輪到二壘手 Louis Garcia 轉穿時再度出現失誤 讓馬力宇二三壘上的 Kono Noby 以及John O'Brien 統統回到本壘 南灘軍也以5比3 本場比賽首度取得領先 而雖然在戰績上 國民領先馬力宇超過10場勝差 但作為聯盟第五年輕的球隊 這一戰真的是菜未盡險 而且後續南南軍9局上半 再靠著兩轉打 以及高飛先打添加保險分 就此奠定瞬機 中場踢館的馬林宇 6比3擊敗國民 在雙方系列賽四連戰中 開出紅盤 一連看完了三場比賽 我們來聚焦在幾位大物球員身上 首先要討論的就是 游記兵的Kuma Rucker 這位球員在生涯初登板 四局就狂飆7K 而且更厲害的是 他還造成打者17次的揮棒落空 相當驚人 除此之外 他有一個特別之處 他就是史上第一位 印度裔的大聯盟球員 好 講到大物呢 釀九人的Jackson Chirio 今天面對巨人開轟 達標單季的20轟20道 成為最年輕達成這項季度的球員 賽後他當然非常開心 更新興自己能夠有這樣的表現機會 釀九人大物Jackson Chirio 在這場面對巨人的比賽 八局上半 夯吹一發兩分炮 不僅為球隊增添保險分 最終也幫助釀九人三比零球 自己更達成單季二十轟二十道 以二十歲又一百八數天年齡 成為大聯盟史上最年輕 達成這項季度的球員 同樣是大物要看到油漬兵跟水手比賽的先發投手 庫瑪洛克爾 生涯初段版繳出四局七K的表現 展現壓制力 當中造成打者十七次的揮空相當驚人 雖然埃了Justin Turner一轟 失掉一分 但這樣的處女秀表現依舊值得掌聲鼓勵 而看到這位新秀的名字庫瑪 其實相當特別 是由身為印度人的母親所取的名字 而翻譯成印度話是王子的意思 身為印度與黑人混血 他成為史上第一位 在大聯盟登版的印度與球員 而據他母親所說 他的天賦從很小的時候就展現出來呢 且不論人家 兩歲的時候究竟會不會打棒球 辣媽媽的眼光還真的是非常的毒辣 Rocker在大聯盟的初登版 積極四座 也幫助遊擊兵五比四 收下勝利 不過同時衛冕軍也有其他的壞消息 這是去年的奪冠工程之一 Corey Seeger 因為運動型扇氣需要進行手術 被放進六十天的傷兵名單 也意味著今年賽季提前結束 球團希望 Seeger好好養傷 在下個賽季能夠滿血歸來 YG台綜合報導 中文都摔在位置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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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